学习中文在世界各地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潮 为了帮助学习中文的人 更有效率地来衡量自己的中文程度 教育部从2006年开始 委托了国家华语测验推动工作委员会 来办理华语文的能力测验 而今年在洛杉矶地区的测验时间是在3月29号 也欢迎有兴趣的人来报名参加检定 华语文能力测验即将登场 3月29日在南加州巴沙迪纳市立学院举行 洛杉矶地区的报名期限从即日起到2月21日 将会分成入门、基础、进阶、高阶、流利和精通六级 透过这个机会考生不但可以测验自己的程度 还有一张教育部的正式证书 这项测验从2006年开始试办到今天 每年都有400位学生参加 今年渴望可以扩大举办 推动到现在我们南加州已经有超过2500年的学生 方便参加这个华语文能力课业 那我们就要一步推动这个华课的能力 就是配合说全球华语文能力的市场 那它非常重要 那说希望说有这个考试呢 让有兴趣学习华语的人呢 了解它的程度 驻洛杉矶办事处长令胡荣达表示 学习华语已经是全球趋势 而华语文教学更是中华民国的强项 希望透过举办这个测验 和建立标准化的制度来落实华语国际化 让更多学习者可以进一步了解中华文化 那么当然说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借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 国语文教学的这个强项来推广到海外 那么无论是具有这个华语文学习的背景的 那么或者是这个外籍人士 他们呢我想就说全世界运用的非常广 这个华语文方面 那么能够鼓励大家能够尽量的来学习 建立这样的标准 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这个透过这个华语文的学习 能够对于中华文化有更多的认识 考试不拘泥于正体字 提供了正体字和简体字版本 对于有意展现双语优势 前往台湾进修 跨入华商企业就职的人 是最具有公信力的证明 台湾宏观电视张成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导